歡迎大家來到東邦輝密電台 星期五前有洞廢 收聽的方法很簡單 www.acrubbish.org 在此之前每個星期都是這樣 四周年之前就洗腦 我們現在很慘 沒有人加我們的Skype 沒有人想拿我們的獎品 可能我們的獎品太划算了 是否我們宣傳不夠 我們都沒有告訴大家 那些獎品是甚麼 有啊 流言蚊好像有說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很仔細的描述 我們這次四周年台慶的百萬費用遊戲 昨天已經正式開始了 在初賽八強的挑選回合 即是甲之圓地區賽 首先已經有人晉級了 有一個出事了 沒錯 有一個出事了 玩法很簡單 首先裝Skype 接下來我們每一集的直播時段 都會有一條問題問大家 大家只要打通電話 來我們的Skype 我們的Skype就是這個 acrubbish.radio 如果加了之後 你在我們問完問題之後 打電話來 最快可以回答答答題目的那個位 就會獲得進入甲之圓的機會 進入甲之圓就會有八位朋友 這八位朋友之後就會再聯同這個 在當日就會跟我們一起玩這個遊戲 選出最後可以跟我們一起玩這個百萬費用的遊戲的朋友 玩法非常簡單 大家就踴躍參加了 看開某台那些都很清楚 你們這麼簡單的遊戲規則 沒錯 相當簡單 一個人如果在最大的能力下 一個人單拖納十五份獎品 就算你 即是打無雙 對 只是一個人 譬如你只能進入八強 參與不了我們有八萬費用 都會有一份很值得紀念的禮物送給你的 不過呢 這個遊戲固然就是台慶的遊戲 但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選舉 現在是告急的 這個是不是在說我們 這個動費五集 深水票選的比賽 我最喜愛的五集 對呀 很慘呀 沒人投票呀 為求呀 現在要 會不會是因為 那些聽眾覺得沒有一集 是適合深水呢 所以就投不下票呢 不好吧 無論如何也好也不好吧 即是比較之下 總之有一集是沒有這麼討厭 對呀 始終尋珠 有一集是沒有這麼廢的 大家就可以欣賞一下 順便翻聽一下 對呀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 那不一定要讚的 不一定要讚的 彈都可以的 對呀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努力點投票 告訴我們 2009年裡面 有些什麼做得好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好 那我們今晚呢 就講這個 高鐵 戰技 所以請了那些 80後呀 70後呀 50前呀 正什麼畫 為什麼沒有呢 躲起來了 正什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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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舉什麼畫 躲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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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那樣東西 誤導我們的聽眾 我們說的不是高鐵 是鷹鐵 嘩 更慘 講英國餘孽的鐵路 這樣都被你繞進去 不是呀 是講這個 日本漫畫家 藤其龍的作品 鷹鐵對話錄 就是似鷹不同彼鷹 是鷹花有鷹 對呀 那我們 藤其龍最為人熟悉的 當然就是這個風神演義 一迷到這個萬千少女 中國四大明珠來的 可惜落了在日本仔手上 就不會變成這樣 會看非一般的作品 變成Drum系的名珠 嗯 那我們介紹一下吧 吳其龍 藤其龍 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對呀 我們不是藤其龍 我是藤 我是奇 我是龍 他是龍 我變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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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梅日郎 我是師弟 我是漫遊者 是藤其龍 就是接近一炮二紅的漫畫家 他出道的時候 其實跟大部分的漫畫作者一樣 都是透過投稿的 他在90年的時候開始投稿生涯 有一說就說他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經常自己畫漫畫 畫漫畫好像爆漫一樣 其實都挺像的 他也是那些七十後來的 就是他差在沒有一個阿叔 可以給他工作室去用 有的可能比較好 他就在這個三十九回首寵獎 得到佳作這個成績 而四十回也得到這個準優勝 直到九二年 他就終於開始有一個短篇的連載機會 當時也出過一期緣的短篇作品 不過年代太久遠了 我就忘記了 直到二千年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風神演義 當時憑著他出色的人設 世界觀 亂來的套租 那些搞笑橋段 迅速轉紅了 後來還有動畫化賣 雖然那套動畫有很多人救病 專定了他當時的地位 但是當風神演義結束之後 他又沉寂了 而之後就到我們現在要說的 鷹鐵對話錄了 本身很多人都覺得 風神演義寫了一套這麼出色的作品 他下一套又會帶給大家 什麼驚喜 什麼類型的長篇大作呢 當時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揣測 但想不到他之後來的 只是一套屬於短篇作品 而且是一個可以算是戀七八糟的故事 我怕得不幸 其實這一套鷹鐵對話錄 我接觸 藤其龍 藤其龍 當然是自從這個孤爺仔的封面 我接觸藤其龍的作品 其實我也有看風神演義的第一兩期 因為我以為日本人找我們中國的文學經典來玩 玩西遊記之後又玩風神演義的 對 玩完西遊記之後去玩風神演義的 看看究竟他玩什麼 但我最初看的 我就不算很喜歡的 結果我就沒有看過 我又想都是一些很黃道的少年 所以中間就沒有剪 中間就剪掉了 如果你告訴我之後他有破格的表現 我就唯有跟你說我錯過了一些 但我看鷹鐵 我又完全覺得 這傢伙有點瘋 但瘋得來挺可愛的 這個可以說是 Drum裡面比較另類 搞笑的 作者的確有不少 以前看上去的 閒韻超人 城市獵人 龍珠 他也是搞笑風格 但去到騰其龍這種瘋狂的地步 是很難找到一個近似的人 所以 當時他在風神那裡 已經是很出色 直至今集我們講鷹鐵 鷹鐵他真的沒有想過一個 要寫什麼長篇宏大的故事 純粹是想自己搞一下 有一點像我們洞廢 所以他真的是自high 不是的 我覺得他看著Drum的元素來打 你說他不刻意 但他有些不刻意 其實也有一點是刻意 就是想挑戰 對 是不是一定要這些才受歡迎 才可以出到長篇 為什麼我今個星期 所有想說話都被不同的人說了 在留言板那裡有人 就經意說了 我以為沒有人知道 他那套新作 現在開麥克風又被施迪說了 我以為沒有什麼人會說 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其實鷹鐵那裡真的很有這個味道 因為其實 故事很簡單 就是主角是一個非常平凡的高中生 他從幼稚園開始 就要不斷打工 那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守住他的家業 他家裡那塊地 是位於這個 東京都裡面 日本那些門牌 就是三組數字的 比如二、一畫、四、一畫、二 他那個就厲害了 是一、一畫、一、一畫、一 就是地王中的地王 差不多香港給的預算是山頂道一號 山頂道一號 不太貴 半山一號 是啊 是啊 他天生神力 又跑得快 做什麼兼職都做得到 上學就 不聽書 因為很累 因為其他時間做兼職 上學就睡覺 但如果在上學時有兼職 他就終於離開學校 那麼像我看的另一套少年漫畫 又有什麼 晚上會走出去做任務 然後早上就在課室睡覺 那些題材 這些題材很多時候 晚上都有 鷹鐵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 為這個家園拼搏 那麼 期間呢 他就 那麼多年來都是 鍛鍊這種鐵人式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問題終於來了 就是竟然有侵略者出現 以前他面對是經濟問題 但是竟然 有一天 在他家裡 有未來人去來訪 你也是未來人 我也是 這個未來人就是 因為將來世界的危機 令到他們要回來去解救 好像大部分少年漫畫 開頭都是這樣的 有一個不知名的少年或者少女 由未來來來的 作出一些預告 跟著以主角幫忙 這樣 不過這裡鷹鐵有些調轉 是未來人要剷除你鷹鐵一家 就是為了救那棵世界樹 故事就是這樣 鷹鐵其實很奇怪 他是不會聽你去說 當時這位未來來的少女 是以一種懇求的態度 跟他溝通的 但是鷹鐵是不理 三七七一 是要趕別人走的 因為這個是我的家 所以你不可以隨隨便便 但是這群人都很搞笑 就是為了要趕走他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但是 這群未來人來到之後 又不單止只是他 你看到 初頭想著 如果看這個故事 就是他怎樣 跟這群未來人去做 一個對抗 怎樣玩玩一下 原來不止的 是很快的 是超快 就有另一群人走 就已經走那個 然後到地底王國 地底王國 本來這個世界 有未來人來到 已經算是很奇幻 但是他竟然突然之間 又拘捕另一種元素來 就是地底王國 通常是劍與魔法的故事 那類才會出現的人 還要是一個 穿著好像羅馬那些 裝備促的人 那個違和感強得很厲害 但是這個未來人 國王 他又是 有他自己的原因 因為他在地底上感覺到 來自地上的威脅 所以他反過來 先上來去侵佔地面 而那個出口 剛好就是英家那裡 變成三方面的混戰 那樣的場面 最近有這麼多地震 關不關他的事 可能是剛剛去完智利 然後去台灣 有海地 所以搞到高鐵也要停 去台灣那邊 這個就是有一種對話 還搞到我們玩玩玩遊戲 那些馬上大地震 連線都不相信 但是這個地底人 又是因為一些很古靈精怪的事 結果又趕走了他 是很無謂的 你不會 初頭有一種這樣的佈局 你預期應該是山羽肉來 超大的battle 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究竟可以怎樣算呢 又怎樣做呢 但原來又是交一下交一下 這樣就做完了 因為原來我們中間還漏了一個 宇宙海盜的勢力 是夾集在未來人和地底人中間 即是他的造型 基本上就是有點像 以前我們看過宇宙海盜下羅古 都是穿過一件大披風 然後有一條很長的巴痕 是的 那他為何會選擇到來這裡呢 又是全靠 很無謂的飛鏡 轉過地球2 他只是純粹是基於那種掠奪心態而已 純粹是一個偶然 即是沒有東西搶 就有別於之前那兩位侵略者 即是隨便找東西搶 誰知道飛鏡就訂中了櫻家 而且一來到看到 這麼多對手在那裡 反而好像挑起他的心 一定要爭贏 那就搞到三方混戰 但其實他每一邊的勢力 例如未來人 或者宇宙海盜 都擁有高科技 地底王國 有些神秘力量 即是理論上 鷹鐵在這班人之間 是完全沒有發現權的 但他依然可以完全無視他們 那種不合理的存在 照樣去挑戰 要趕他們 踢他們出門口 即是他可以逃手弄壞你的大炮 抬起人家的戰車 諸如此類 因為整本事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他那個gag的味道是很重的 即是 基本上他是任何東西都無緣無故的 你以為 會這樣是一些很少年很飽 很熱血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的 他每一下都沒有什麼結果 即是他點著了火頭 誰知道 轉頭就有一盆水拿去淋色 所以是很簡單的 這個故事 但又 即是你會感覺到那種氣氛很輕鬆 即是整本書不停的 又被人淋色百貨 又被人點貨 又被人淋色百貨 是一開始的同學 很黃道 而且是被譽為女神級的美女 哇 你有沒有覺得 他經常都是 其實 副娘套 其實是很花生客的 他一直想看看 究竟會有什麼事發生 譬如有一個人 暫時想退出戰場 他都說你一定要回來 類似這樣說 但你覺不覺得 鷹和副娘套 你會覺得那個感覺 好像改善和愚美 我也很有這種感覺 即是他很花生客的看電影 但其實 他很想看到這個人的潛力 是怎樣 尤其是副娘套 有一個很特別的設定 其實我們剛才說 鷹鐵自小的經歷 都不是出自鷹鐵把握 是出自副娘套 因為副娘套 自小經意觀察鷹鐵 還每天寫日記 但不是寫字記 是寫鷹鐵的日記 這圓旅典天地 所以你這個角色就是 你會看到這個故事 整本鷹鐵對話錄 就是一群瘋的人走在一起 那麼瘋的人走在一起 你的故事是不會正常的 不會負負得正的 總之瘋的人走在一起 他們就鬥瘋了 即使那棵未來樹 也很過癮的 即是有樣子 但你不會看到類似 魔界的樣子很認真 然後幾個圈 凹眼凹嘴 有點像小時候 他去那些兒童樂園 或者麥記 那些開心樂園 康南 那些很尷尬的樣子 其實相當之斜 簡單來說 講開副梁兔 要說他哥哥 某程度都是屬於侵略者一方 就是出世紀勢能 他本身是在中東那邊留學回來的 出井 出井紀勢能 他有兩個不同性 完全是美少年設定 基本上他對鷹鐵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是他一直看他這麼勤奮 又有些不值得 想搞一下他 基本上這些是 黃道的第二男主角設定 很明顯是 因為在學校就是萬人迷那種 魅力爆燈 而主角就會不妥這些有錢美少年 好像中東 是不是中東還是什麼國家回來的 他穿衣服都是穿衣服 一回來 他穿衣服是學校的一件大消息大事件 風頭燈 除此之外 剛才提到的那個魔界王子 是彌彩 都是暗膠的 他的造型真的非常魔界 有到蝙蝠翼 握著鬼叉 綠亡星 就像萬聖節的人扮魔鬼的造型 就是Exactly 他其實就是為了 有點像地底王國那裏 他也是希望 他魔界通離人間的入口 就在鄭英家那裏 但是屬於一種二次元形的入口 需要慢慢作法去擴闊他 但氣到爆了 他到後面說不侵略 即是沒有了動力去侵略英家的土地 那個理由是因為突然間 好像是不是他姐姐 英鐵的姐姐 搬那一塊 搬那一塊 葉炮菜的石 葉炮菜的石 然後就塞鬼了魔界入口 因為他的軍隊又來不了 又沒有支援又沒有其他 最後就放棄了 自己一個人在這個 英家日本的上海 到處飛 其中幾幕都很搞笑 想想這些人 正常的人 遇到這些情況 應該會被捱底 但英鐵人不會做這些事情 他做什麼呢 見到那棵未來樹 他立刻鋸出一句 他想說 你非法入侵 鋸斷這棵樹 即是未來來的少女都說過 這棵樹是關乎到未來人類世界 他可以完全不管 總之在我家裡我鋸了它 他又覺得關我差事 總之你有些東西阻礙我就動你 然後魔界王子 結果逗留在他家裡 要建了一間狗屋 即是地方去住 寄居 然後搞著搞著 還有一個怪獸奧古斯丁 神之角的怪獸 即是一隻很大的眼 那你見到 這麼大的眼 即是在天洞出現 有點像 鋼鏈裡面 本來很恐怖 你找槍射他 他會流眼水 然後搞到 躺大的地區水浸 那你就會知道 其實 他本來是 想著來到 從天空慢慢浮出來 現在是想著吃那棵世界 即是未來樹 誰不知 在正式出現之前 就已經露了眼 就被人啪了眼 但其實他也繼續造成一個危機 很大的困擾 而且他會來幾萬年之後才會露出來 要慢慢逐步逐步顯現幾萬年 要幾萬年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不合格的侵略者 就是這個大統領 即是美國總統 可以當成 他裡面設定 好像說他是日本的 日本的總統 但日本明明沒有總統 日本是首相 對 他說是日本總統 但他也是一個外國人的樣子 他講話也是講英文 NO 其實也有一種政治味道 因為你看到 他後面 日本總統出場 他後面是一班 黑人 其實你看到 他想寫的 應該都是 日本其實也是聽美國人說的 其實有些 向現實套租 對 向現實套租 結果他就好像 我們在廣晚很認識的一本 漫畫 站在飛機頂上 你說激慢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現實慢當然不太好 激慢 總統站在飛機上 又打算用核彈 炸了這個鷹家 結果鷹鐵就擋了 在飛機上 然後就把它 扔來扔去 好像拍戲一樣 飛來飛去 結果一爆炸 就變成一個 有人養的蘑菇魂 然後還有 其實說完這堆 之後還有 屁股穴的神 那些 形式的侵略者 但也不夠 最後那兩個厲害 先說了一個 這個我覺得 諷刺意味真的很重 就是被稱為 毒者 最強的侵略者 讀者想要什麼 你就要給什麼 眾所周知 其實Drum有一個很奇怪的制度 就是讀者投票 那本身也不奇怪 但是有時候 讀者投票未必完全可以表現到 因為有些作品 讀者投票率低 但單行本的銷量是高的 可能讀者群是不喜歡投票的人 咦 你說的是不是在Coco出現的這些問題 不止Drum的 不要拉去說 不要拉去說 就是在這本作品 竟然會出現一個 叫毒者的侵略者 而這個 被稱為 毒者君 因為裡面從來沒有提過 他姓慎明瑞 我們姑且叫他毒者君 他就被一幫 叫做漫畫界的長老 拉了進來 因為他們 看不過眼這個故事 其實鷹鐵這個故事 原來都是被創作出來的 背後是有一幫 類似神的人物在操縱著 他們就覺得 咦 這個風格很奇怪 這個主角不應該存在 之前已經派了這麼多侵略者來對付他 都剷他不走 那沒辦法 一於派那個被稱為最強的侵略者 毒者來 去對付他 那就開了一個條件 硬拉了毒者入這個世界 之後跟他說 如果你想回去原本的世界 就要消滅鷹鐵 對呀不是 那結果就很無辜地 拉進這個事件 那裏 所以這裏是 你會見到 藤其龍是 正在做一些 向整個制度套租的一些動作 每一下都很害怕 其實他每一畫都有點意想不到 因為 初初以為會是比較熱血的少年漫畫 誰不知 全部都是一些膠 沒有邏輯 沒有方向 沒有設定 任何常理都不能夠應用 在這套作品上 你說是不是沒有邏輯 具有他的邏輯 就是 其實這班人全部都是玩 感覺就是 比較熱血和認真版的天神邨 這班人 最厲害的是 完全沒有伏線 就是 你說出就出 所有事情都是 這些就是 作者說了算 即是 說了我 我說是就是 你不能反駁 但當你看到 第一次有未來人的時候 其實有些地動人 魔界 你不會覺得特律 跳下去 你要玩獨者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是整個盤被他扭轉了 他已經超越了任何的次元 不只是這樣 讀者之後還有 就是 漫畫之神 漫畫之神的出現 就是很離譜 他有點 作為 調停整件事 因為他看 那班 長老的處事方式 都覺得 有點不妥 其實覺得 應該可以 我不知是否 其實想 譚其龍是說 Drum的總編集長 在他心目中 是漫畫之神 總而言之 某個適當關鍵 就會有這個人物出來 去擺平那件事 我們剛才說的時候 就 英家那裏 先說回 他們 成員 本身有 英俄爺爺 是一家之主 不過就是一個老人 傻傻的 來不來就發神經驗 是不是有美軍 接著就是我們的主角 英鐵 另外英鐵 有一位姐姐 叫九傘姐 但是這女兒 是痴痴呆呆呆 坐馬一台 她不知痴呆呆 應該是有病 久不久就是吐血 但是又很容易受探 有幾次英家 成功被人侵略 是她做內鬼 給她一張卡 買東西 她就出賣了 拿一張地契給人 那英家窮 嘛 她又受不住 這個名牌手推的誘惑 另外還有一位 很可愛的 鐵平 英鐵的弟弟 但是其實這群人 全部都是跟英鐵沒有關係 不過這個留給大家自己看 到最後 漫畫之神出來 好像是 硬要 我們很多時候看漫畫 覺得她被人腰斬 硬要扭動 我不知道 最後的結局 算不算是這樣 我自己就覺得這套 她本身就是想玩的 所以才可以這麼沒有邏輯 由頭到尾 爆了上來 然後又走了 然後又不知會去哪裡 又回不了去 諸如此類 其實她有準備 是這樣做的 有部署 對 其實你說她沒有伏線 她的伏線就是 總之我一尾亂 你就之後猜不到是什麼 但是去到後來 我就覺得 我最初看《讀者君》那段 有點兇 覺得 你幹什麼鬼啊 扭也不要扭到這樣 因為你這樣就不用玩了 你已經跟前面那些事情 沒有關係 之後漫畫神做出的決定 更厲害 要將鷹鐵從這套作品裡 扯走她 將它丟到另一個作品裡 其實 漫畫之神就覺得 一個這麼有毅力的主角 在一本漫畫裡 浪費了 然後就扔掉她 去另一個更壯大的故事裡面 那麼 鷹鐵的家人就有自己的生活 鷹鐵就開創她另外一段故事 就是這套作品的結尾 最後 我的感覺也是有一點點感動 就是她 朋友和家人去找回她 有一點點像 失憶回復回 或者親人朋友的努力之下 來一個感動的ending 雖然短短兩期 但是 可以說是 我這麼多人看漫畫之中 給了幾大衝擊的一套作品 就是說要笑什麼 有 要穴血啊 動作啊 還有 不得不提 其實就 就是 不過不算很多 電腦Graphic 但是 也算是 蠻成熟的 她自己也下過一番苦工的 她也算是 最早期 是 開始用電腦技術的其中之一人 來的 她的技術 其實 我會覺得 在護神裡面的 呈現出來 是會 的 技術是更多的 層次更高一級 對 不要緊 我們稍後就會說這套護神戰記 好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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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